大家好,我是WaWoodie 今天講一下新機iPhone Pro Max 256GB 我買的那個是 為什麼會這麼心急呢? 其實本來我等了很久 我自己的手機本身就是iPhone X 那真的不行 尤其是做YouTuber的時候 有時候ZOOM IN,它只是用一個數碼ZOOM IN 對比回 如果我老婆大人那一部 就是14 Pro 那個分別其實在網上都看到了 最主要就是那個Type-C 新機就是Type-C 還有它是泰金屬 真的輕很多 就算老婆那一部是14 Pro 其實感覺都真的 又厚一點又重一點 你會看到 是厚一點的,鏡頭都凸了出來 就算除了保護貼的話 新機是沒有那麼凸 泰金屬很輕很多 還有旁邊的按鈕 現在旁邊的按鈕 現在旁邊的按鈕 說真的 裡面本身的Config 是差不多的 我個人認為 但因為我由10轉到15 就絕對有這個需要 對不對? 說回本身 如果有時候去拍玩具 因為我舊的那部10 只有一個鏡頭 你不能拍攝 不能微距 然後你拍攝風景的時候 又沒有廣角 所以就差很遠了 所以看到我老婆 其實用了一年的時候 廣角的相片會比較漂亮 微距的相片也比較漂亮 那本身10就不夠用 沒辦法 被迫著就 貴一點也要更換 其實 真的急了 我看小型 就跟上一年的情況不同 就是上一年 你看那個Casify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 今年是早些出了一個15的殼 所以就沒有大牌長龍 但是去年是大牌長龍 那今年沒有大牌長龍 那我自己去 1010那裡預訂的時候 都不是太多人 就算那個銷售士都說 上年要搞到凌晨一兩點 拿機 現在看款就不需要了 那我自己都在想 好像有點心急了 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不想 是慢慢供 一舖過賣去算 但是現在 沒有啦 當作是 早買就早享受 希望遲買 多折扣 這樣子 暫時來說 手感不足 起碼 剛才看過 是輕一點 對比這14 還有 泰金屬的感覺 好像是 實淨一點 我用了是淺藍色的 其實看不出是淺藍色的 也有黑色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用了整個iPhone4 開始用 用了這麼多年都是黑色 這個是7 這個是10 4 這個櫃桶不拿出來 搞笑而已 所以 今次要試一下 淺藍色 這個Casify 裏面的時間 既然沒有機器這麼貴 所以買一個更漂亮的殼 都是用一個透明的 透明的 還有介紹一下殼 它現在可以是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站起來嘛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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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爍 誒 誒 主要就是這樣 沒辦法了,鬼叫是說要做Youtuber 什麼投資也是要的 無論是介紹玩具 或者有時候我沒有帶GoPro的時候 拿著iPhone應該都 這次沒那麼失禮 希望拍到好片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喜歡分享 請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拜拜